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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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逢星期二 都要一起學習一下上課的環節 就有教你做師傅 當然繼續有我們的師傅登場 就是有我要做古神的師弘藝 師傅 你好,你好 有請… 請教… 今天很簡單,只是說一個水字 不過不是吹水那麼簡單 我們經常說水為財很重要 有水還是沒有水,其實不僅是個人 在市場上有水還是沒有水也很重要 是,非常重要 其實我們自己運作時 水的時候代表短期的資金運作 我想先澄清一點 之後我們幾分鐘說的話 可能家庭觀眾會變得比較熟用水 首先我想要弄清楚這個水 是我自己運用的就是… 自己利用的就是短期的運作 如果你說… 我們經常說夜放水、收水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短期的操作 短期措施 就是令到一些本身有價值 再上升的資產 可以更加多血液或支援 去令它上升 但如果你選擇了更差的資產 就會更加令它下跌 其實類似是血液循環 看看是否有水一定好 沒有水一定不好 不如說到市場上 經常聽到正如Greg所說 就是收水、放水等行動 其實證明是怎樣的 其實有幾個不同的操作 如果我們通常聽到 比較容易運用 如果人行比較容易運用 就是正易回購 我們看到正易回購 其實我們經常聽到的 但是好像經常背錯了 我們先說一下正易回購 第一個 正易 這兩個都會寫的 回購 回購 其實我們先看一件事 其實如果對於市場 是利好的信號的話 其實就應該是逆回購 對 差的就是正回購 我先說一說 其實這個正常的公開市場運作 其實是 和這個市場 或者它指定的銀行 或者機構 去買一些債券回來 泵水 就叫逆回購 因為它買債券 要付出資金 就給回相關的銀行和機構 它多了錢 其實就迫著要做多些項目 借多些錢出去 也可能會容易批 一些短期的債務 從而都令到短期的拆息 或者拆低少少 你成本低了 自然的股市 或者投機性 可能會好 正回購就相反了 正回購 正回購 可能跟市場 我給你債券 資產 你要給我現金 市場 亦都因為少了資金 所以可能抽高 它批一些短期的債務機會 可能會比較差 導致市場可能短期上 資金缺乏 資金缺乏 也很少聽到 小資金的股價會升 小資金的股價 即股市或整個指數 也可能會下跌 但他們這些操作時機 究竟會選擇在何時 因為有些評論 其實可能最簡單 先分上半年和下半年 有時看上半年 可能水鬆時 就不用做那麼多收水行動 但下半年可能會比較水緊 就要做一些放水行動 是否這樣分成 其實這個說法 不是說沒有根據 我自己看的發現 如果每逢中央的… 如果我們看策息 策息的指標 只要視乎市場是否夠錢 其實每逢6月 整個6月 在過往20年 中國的策息 是100%會抽高 在這個現場 全球是沒有發生過的 你看到中國內地的系統 比較嚴格 所以你看到 6月是例 那個例子才是100%會抽高 所以你看到 12月就是另一個高位 90%的策息會抽高 所以逢6月和9月 可能會做逆回購的行動會高些 我想我們怎樣去看消息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看 我們要看當日有沒有逆回購 或者到期的 其實它的目標 我們就是每天看中央去放水行動 正額逆回購 還是正額正回購 譬如 昨天來說 基本上中央做了一個300億的逆回購 基本上一次是200億 另一個期是100億 總共是300億 但沒有到期的 即是正額投放到300億 假設中央說 我放水800億 你以為很開心 但其實到期的 有1000億到期了 即是它正額投放是-200億 即是反而收了200億的水 所以我們不可以看它做了一個新的行動 要正額 等到舊期去做一個正額行動 我們就看資金流是多了還是少了 普遍很多的網站或文章 都會說到這個細節 我們避免看了一、兩行就離開了 很多時候就像新聞解讀一樣 一句句子有三個部分 首先當然要看看是正 還是逆回購 是 多少日到期 然後利率是怎樣 以及究竟資金正額 所以逐一部分去看 不過我想問一下Grad 其實當我們看到新聞報道的時候 是否一看到益就應該很開心 一看到證就可能有點擔心 即是有這麼直接的影響關係 這個問題也是問得很好 其實因為我們看到益回購 即是多了錢 但其實未必股市即時會發揮功用 我們很明顯看到 2016年全球股市都下跌 令到中國股市跌倒很厲害 那時候一月的時候 中央就做了很多 銀行做了很多手段 包括無限的很多的逆回購 放鬆的措施 其實股市還要跌多幾千點 我們今天命名為那個行動 叫暴力救市 其實就很看當時環球氣氛 始終一隻手掌打不響 其實如果當時環球的大跌 逆回購幫到少許手 但要看整個環境是否向上 你選擇的資產是否英俊 如果資產差的時候 資金變多了 也可能會轉方向 因為你選擇一隻差的資產 人們可能沽了它 甚至追捧一些比較大的股票 也有機會這樣發生 不過除了公開市場的操作 其中說了逆回購和正回購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不同的板斧 我們經常說 不會只有一招半息 像師傅你一樣 也有很多招式要教我們 還有甚麼招式 會令到市場上的資金 其實也會有些變動 第二個是存款準備金 其實英文簡單稱為三個R 其實存款準備金 其實是全球都有的 其實裏面說這些都不只是 中國會出現的策略 存款準備金其實是比較長遠 又可以說沒有比較深 可能說長遠一點的影響 因為它一旦調整了 很難將存款準備金 調高調低的去玩 好像加息一樣 減得更長遠一點 你沒理由加完息又減 這樣玩 所以存款準備金 類似就是每一間銀行 其實都有特定一個百分比 是需要留在銀行 不准借出去的 其實每間銀行都有的 如果你銀行有100元 存款準備金是10%呢 即是你只可以借10元出去 所以這個10元 也可以再借1元 借9元出去 即是90元借出去 就變9元借出去 變9毫借出去 一直這樣放大 如果很簡單的數 就是100元的數 除10% 即100元可以當 1000元用的 如果數學更聰明的朋友 可能會知道 這個數如果越來越小 其實這個成數效應 就會越來越大 如果這個數目只有1% 其實可以當1萬元借 所以調高調低 可以令到銀行 阿爺突然間不用我 補錢這麼多現金 我可以借多些錢回去 不單止我借的錢 還未回來 還可以借的錢 再借多9成回去 是一個無限的複式效應 所以它的做法 是非常之長遠深遠的 其實多數用25點子去做 但中國可能比較喜歡27點子 無論如何 總之減的威力 就是令資金增加了 如果增加全本準備金 令銀行的銀金收窄 可能它借錢比較難 所以市場就會少了資金 迷思又來了 因為提到降低準備金率 對A股來說 一定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這次有這麼一定嗎 其實說成一定一定是錯的 說成一定一定是錯的 不是說不是利好 但你說肯定的話 我們也有這樣的普遍迷思 其實它整體說 價格的策略 當然會令到想支持銀行 但無論如何市場威力很大 你可以幫到 有時候幫不到 但如果通常以規律 中國的做法 都似乎是看了證據 才做事 可能到時幫一兩下不行 可能會幫到 但當然要看當時的大氣候是怎樣 今天認識了基本工 看看放水和收水的行動 如何在市場上應用 謝謝Greg的講解 不過也要提醒大家 上述嘉賓的個人意見 只是作為參考 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推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